男子有多甜 场景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面对这些不好听的言论 杨子不认怂 他决定要用实力说话 证明他是一个优秀的女演员 果然带着这份好胜的心 杨子开始减肥 开始磨练演技 终于在2019年 杨子成功打脸那些不看好他的人 然而事业上如日中天 但在感情上杨子却没有那么顺利 在与秦俊杰分手后 杨子就没有再谈过恋爱 对此大家都很担心杨子的终身大事 直到他与肖战合作后 网友纷纷喊话杨子考虑肖战 而对于肖战 想必杨子对他也是有好感的 两人在一次晚会上 杨子和肖战偷偷对暗号 不要被抓包 两人做出的同一个手势 也是田翻天 网友都忍不住直呼官宣吧 姜子妹真是个小迷糊 不过还好这场晚会有战哥在身边 战哥总是会留意一些 别人看不到的小细节 而童星出道的小猴子 回顾这二十多年来的演艺经历 真的给他带来了特别多好的观众缘 真的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小可爱 而他与战哥自从和做完余生请多指教后 也是有更多的人关注到他们俩 一个是活力满满的小太阳 而另一个是稳重成熟的小月亮 就像他们俩在微博之夜上 一个人画的太阳 一个人画的月亮 好像都把对方画在了黑板上 而在那场微博之夜 也让很多粉丝入圈的名场面晚会 肖战和杨子一整晚的互动 可以说是今后都难再看到的 毕竟当时的余生请多指教还未播出 并没有太多的CP粉关注到他们 而战哥除了在那场晚会 做了一整晚的裙摆守护者 其实好像缘分也让两个人靠在一起 就连品牌方安排的座位 也让战哥和姊妹坐在一起 仿佛也是天注定的 战哥第一次提醒姊妹戴口罩 第二次又提醒姊妹摘口罩 不得不说也算是坐实了 爹系男友的名称 话说战哥与姊妹自从合作完余生后 真的是关系比一般的合作伙伴要多好多 而两人也自然建立了非常好的默契 不得不说 现在的战哥和姊妹也是有小秘密的人了 虽然已经被粉丝们看得明明白白 但是咱就是说 真的是只能看谱不说破 其实从当初的余生巧剧场 很多人应该就知道了林志孝的望远镜首饰 之后的战哥和姊妹也是有多次在公开场合做出相同的动作 已经史书非常常见的了 但是还有一个却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众所周知 当初的星光大赏和东方跨年夜 是两人这三年来为数不多的同框舞台 而有细心的粉丝就发现 两人都在的场景 却在对方面前做出了彼此才知道的小手势 星光大赏 战哥在前面走红毯 姊妹在后面后场的小动作 跨年夜上 战哥在舞台上唱歌 做出手指走路的手势 而姊妹也在台下观看 大家真的懂得都懂啊 那么看完这些 你还知道两人的哪些小秘密呢 场景六 娘子是真的太勇了 在大线晚会上 既然出现小战同款手势 还难不让人怀疑她在隔空告白 她和小战相遇在余生剧组 余生请多指教三年前就已经拍完 却经历了各种波折 才在前端时间完播 也因此收获了不少粉丝 导演透露两人拍文戏完全是自由发挥 从剧中甜蜜的氛围可以看到 两人完全就是真情实感在表演 这也不怪有这么多CP粉存在 相比小战大气完成 姊妹从小就家喻互相 一直在娱乐圈打拼 凭借自己的实力站稳超一线女性地位 合作的男一人更是数不胜数 可姊妹却把这些人处成了兄弟 唯一被大家知道的对象就是秦俊杰 然而这段感情持续了一年就结束了 在遇到小战后 姊妹反而之前的态度 变得小女人了一点 面对战哥的深情运势 也会害羞了起来 在晚会这样的场所 姊妹更是大胆唱群歌 比划小战的同盘手势 似乎想到什么 竟然害羞地笑了起来 简直不要太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场景十一》 《场面》 《场景十二》 我觉得它是一个单面 就是那个时候的人生阅历也好 或者是说对这个演绎事业的一个认知也好 它都太单面了 太单薄了 就是它没有多面 变得复杂不是一件坏事情 我觉得一个人不断地成长来说 对于我来说 我现在已经28岁了 有时候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去的话 我觉得你需要学会复杂 一味地单纯跟鲁莽的话 我觉得是 其实是不太合适的 善良跟复杂 其实它不是反义词 一个复杂的人可能是说 他会考虑事情会考虑很多 比如如果你对于我的时候 我特别在意他人的感受 我觉得这是一个 哥哥这是行头 真的是太棒了 估计一时半会儿不能换了 年底的好消息不断了 准备好自己的网速 哥哥直播不见不散 记得去预约呀 好像有红毯 妹妹客串贾琳的电影 也将在大年初一上映 何维芳现在就想看了 怎么办 场景十五 得逞一笑 物卫杀疯了 这段没吻到的吻戏 疯神了 场景十六 但是我们大概都很想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场景十七